好 我們再介紹完如何設定錄音介面之後 然後還有一個地方要介紹給各位知道 就是關於一個進階的功能以及工具的設定 那一樣是在Preference這邊 然後有一個Advanced Tools這邊 好 那基本上預設就是全部都會打開 那第一個就是一些進階的工具 那這個功能我們可以單獨的去開啟或是關閉 然後下面也是一樣關於Audio或是環繞音效、MIDI 甚至於一些Controller、Control Service 就是你的外接控制器這樣 還有打譜的功能 以及更進階的一些剪接編輯的功能 那這一次的版本 LogiproX讓我們可以單獨的去控制這些功能 需要開啟或是關閉 那就可以節省比較多的資源吧 我覺得我想是這樣子 那基本上我們在學習的時候 我們還是預設把它全部打開 那當你以後譬如說你發現我根本用不到環繞音效的時候 你就直接把它關掉 相信應該還是會節省一些資源 然後再來是譬如說可能沒有外接控制器 那我也把這個關掉 對然後我不打譜 那我也把這個關掉 好基本上只是說他把這些東西全部獨立出來 讓我們可以自己去調整 去做設定 那OK這就是大家要知道 我們現在開始學習之前 我們先讓他全部都打勾 就這樣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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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